刚刚看完电影临时间回来 有点一言难尽 不到两个小时的电影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左右 有点如坐针毡 这个片子阵容很强 郭富城 林家栋 任贤奇 然后一帮港片老演员 然后是银河印象的班底 模仿了诸多银河印象的作品 什么大石剑 枪火 柔道龙虎榜 就连郭富城的这个人设 基本上也跟柔道龙虎榜的那个小伙子 那是一样的 估计就是写的那个小伙子后来的事情 然后郭富城的那个假牙 我觉得有点太出戏了 它实在是太像那个 波西米亚狂翔曲里面的牙书了 我知道是为了搞笑 但是这个片子就是 问题就出在风格的不确定 你是黑色幽默吗 但是有很多地方 他又想拍出那种灵力的枪战的 比较肃杀的感觉来 又没出来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 人物设定的动机有问题 我之前很多次都说过了 你要让大家信服 你这个人物的行为动机 就必须合逻辑 这里面有很多地方 太不合逻辑了 不是一个人 是几乎每一个人 他想交叉叙事 他想像铁三角那样 几个故事最后撞到一起 突出宿命感 迎合影像的那种风格 但是完全没有做好 郭富城这个人设 一开始这么狠 见着警察毫不留情 对自己的同伙 毫不留情 结果对这些黑吃黑的 要他命的 江纳威却屡次手下留情 最后死在人家手里 完全理解不了 其实他要是对那些人狠一点 这个事情就很简单了 可能如果那样的话 这个电影可能80分钟就结束了 总之这个片子让我有点难受 再一个就是 粤语对白配的国语配音都不好 不知道这个配音班底是怎么个问题 每一个人的配音 基本上都对不上 基本上都对不上口型 连小琪他好像说的是粤语 然后小琪自己配的国语 也对不上口型 就是感觉割裂感非常严重 所以整部戏吧 想笑也没笑出来 想爽也没爽了 差点意思